欢迎大家回来 那咱们继续上一节课画到的部分 然后继续深入进去 上节课画了一个大概的一个形 和扣出来这个方法 希望大家能够适用自己 然后现在就是针对咱们这一个手 然后需要更深入的去画 现在大概铺了一个颜色 然后深色浅色大概都有 然后现在需要做的就是 把这两个涂层进行合并 Ctrl E就是上层跟下层进行合并 合并以后这两个涂层 那它就成为一个涂层 然后方便之后进行各种修改 然后现在对它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机理的一个操作 那么需要先挑一个笔刷 就说这样进行对它进行 然后我们再把它再擦出来 让它擦出来的时候 它就会 咱们如果是觉得机理不太不太好 也可以再做一遍 就是擦出来以后让它感觉比较有笔触的这种这种韵味在里面 而不能比较真在原来的那那种基础上来画 可能就会显得比较突兀一点 可能是没有这么真实 它真的像一张照片 然后咱们给它简单做一个机理 这样的话 它就有这种如果是粉笔画 还是说它有这个笔触的一种效果 因为它比较简单的已经拥有了最初的这种造型 在这个基础上咱们就可以继续的深入进去 需要先建一个涂槽 然后找一个比较好的颜色 然后首先是先从暗部开始画 为什么呢 因为暗部来确定整个环境的基调 如果这个暗部比较比较深 颜色比较深了 那基本亮部就可以比较多的层次去画它 如果这暗部 暗部你没有上来画 而是先从亮部画 你画的画的 然后暗部再加入更多的颜色 的时候你就会发现 这个亮部它画的可能颜色太浅了 或者颜色太深了 是吧 它都会在之后的工作里面 给你加入大量的这样的无用的这样的一个 修改的工作 所以说从暗部画是比较理想的一种方式 因为现在正在画一个手心 它也可以对比着这张 真正的手在里面进行一些调整 也不用画的特别特别的细致 但是至少说让人家一看 这是一双手 比如说手的一些关节 然后手它自己的一些结构 这可能你如果没有比较好去画过手的话 这个你也许你领摸起来 或者这样做起来 画出来的手还是比较机械的 这样就是需要大家在平常就能够多去练习 都去练习手或者是身体任何的这样的一个插画部位 这都是一种基础 也需要大家在平常的过程中就能够比较好的去熟练的运用它 这样的话你在画的时候很多解构的地方就会把握的比较准 而不是像是那种在没有骨骼的地方 没有骨骼的这种状态下进行填色 或者是塑造型 那肯定就是比较软 它没有任何的根基 那么可以先从比如说暗部给它简单的画一下 去把它区分开 比如说手这个位置 它光源的来的地方 手指它也是一个小小的圆柱体嘛 所以说它也有自己的亮部和暗部 或者迷暗交易线也都会有 这个需要大家在平常画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握住它 不能把最大的结构失去了 就是你要把它看作成一个比较 比较规矩的几何体 然后在这个上面进行对它进行再次的这种创作 这是一个大的明暗或者是形体关系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对它进行较大程度的这样的修改 包括包括手指它投射下来的影子 这也需要大家在这个画的过程中自己比较好的去观察 看这只手它自己 哪方面是比如说这个小小指头肚是吧 它的这样的关系 然后和这个每个指节它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还有这个大拇指它这样的亮部是吧 然后暗部啊 包括这个地方的这也是有点暗让它觉得像一个小小的圆柱体 包括手手掌一定要有厚度 有厚度的话 它感觉就是手刻这个地方它就更更有形状一些 画的话你会比较比较 比较耐看 这些亮部暗部都要不停的去叠压它 看哪里需要调整 我哪里一点点跟上你画了暗部画差不多了 是吧 在亮部的地方也跟一些 或者是暗部地方啊 亮部地方画的差不多了 然后你在这个中中间色的地方也再跟一些 就是不停的去这样做调整 包括包括有些指头 它的骨节的地方是吧 一定要画明确的 它是骨头 所以说 把这骨头的地方画好 它就守着它的这个整体的这种造型就会比较有 有这种厚厚度感 而不是干光是一摊肉 感觉就不好看了 而且画指头的地方一定要想 它整个光源投下来以后 这个颜色它中间的变化 那么一方面是根据原来的 固有的这个真实的手的底子在上面进行画 那一方面需要自己分析这张画 它如何画出比较有 有这种意义 或者是能够在这个原作基础上重新调整这个光源的位置 它光源可能 因为它很多很多这个摄影图 它是在摄影棚里拍出来的 然后光源会比较多一点 就是它不会是一盏灯 一个光源 它可能的光源来自四面八方 这样的话 它就削弱了你对这个素描关系的这个判断 这个就要根据自己就是平常画画的经验是吧 主动去把这个造型给它叠加出来 现在的话就大概已经有一点点雏形出来了 这个过程也需要大家不停的去 不停的去操作 然后不停的去更改 像咱们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可以把上一层跟下一层进行合并 合并下来的话 现在就是整个一层 这样的话咱们再进行它的模板上的东西进行调整 比如说有一些地方的线条过于重了是吧 那就可以擦一擦 或者也有一些地方 有一些地方 在之前遗留的这个不太干净的地方也可以再稍微擦一擦 不要让它边边缘过于显得过于硬了 这样的话 啊 换来的话 就是才不会感觉就是特别像单独的一个个体 而是它融在整个的一个画布里 这个方法大家可以试试 可这种在在真真实照片上叠加这种画法 适用于任何画 包括动物啊 植物啊 都是可以的 包括人物在内 尤其是画人他觉得有同学觉得画的不是很很 很利索或者是对结构这些五官呀是吧 都画的不是很准确的情况下啊 这种方式能够让大家比较好的去找回会画的信心 啊 如果是高手的话 这样子就不必这样去画了 这个比较适用于初级或者是初级啊 再高一点的水平上的同学 这样画的话大概啊以我画画的经验的话啊至少还得在在画上半个多小时 或者是40分钟才能完成 这节课就教给大家正这样的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还有去比较容易的能够啊画出来这双手 或者是需要造型的东西 怎么去把你的画作 你的笔触和真实照片之间进行比较好的嫁接 所以整个过程都是需要你不断的去动脑筋 是吧去想 也许有的朋友他能够想出更好的一些方式去去完成它 就是需要这样的不停的去叠压它 可能一会做的做的还需要再用刚才啊整个把它做一遍亮着肌理 让它显得就是肌理感更浓厚一些 它的关系其实比较多 这就是咱们最开始教授大家的你需要三大调的五大面 有些过渡的地方 让它尽管能的融为一个圣体 如果有的地方有的地方一定要知道它的高点在哪儿光源从哪儿来 哪地方需要再亮一些 这样一定要比较明确的知道它 这样手的造型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做出来 接下来的部分就是比较细致的去画了 咱们时间有限 现在就给大家看整个的一个做好方式 然后还有我现在就是把它刚从图片画转过来以后 这样的一种这样的操作 更多的就是我一会儿再继续画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画成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好那咱们这节课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